中日两国家族概念的差异 日本为什么有这么多百年企业 而中国企业却大多辅不过三代 要弄清楚这几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几个荒诞的故事 日本的三井家族传到第九代三井高朗时 发现下一代中没有合适的继承人 为了让家业继续顺利延续下去 三井高朗辨认自己的弟弟三井高洞为养子 二人的关系从兄弟变成了父子 大话改心后 皇集天皇让位给弟弟亲皇子集孝的天皇 孝的天皇就尊他的姐姐为皇祖母尊 皇祖母尊在日语中并非指祖母 而是指母亲 二人从兄妹关系变成了母子关系 这是因为日本几次大的社会变革 基本都是由内向外打破 而非由外向内倒逼 所以导致日本文化的眼镜并非像石 红铁那样 消灭前一种文化后 再进入另外一种文化中 而是重叠并存的 所以现在的日本依然是一个披着现代文明外壳 但精神内核仍然深受母系世俗文明影响的民族 日本历史上长期实行独特的婚姻制度 绑妻婚及男女结婚后 妻子仍然生活在自己的父母家 男人则在夜晚才到妻子家中去 天亮才离开 生育的子女由外祖父照顾 这一习俗直到14世纪左右才慢慢消失 但族内婚的习俗却保留了下来 这就导致日本人对血缘的认同没有那么强 当家族认为敌长子不可靠时 就会废掉原长子 改立其他人类长子 或者招一个女婿来继承家业 比如日本这名的医学世家贺川家 贺川家的始祖贺川玄月1700年 1777年被誉为日本近代妇产科学之父 他虽然有两个儿子 但他都不满意 于是受了自己最喜欢的弟子刚本一笛 做上门女婿 这在日本教续养子 让他成为贺川家的第二代继承人 而贺川自己的长子只能离开家 去做旧铜铁器买卖 但中国却不同 对中国的家族而言 血缘是唯一的纽带 家族的意义是继承自己的基因和血统 古代的法律甚至明确规定 不能收养异性养子 非我族类 其心必义 这个族最初指的是家族而非民族 唐律规定 凡是收养异性男子的 判一年徒刑 明代也规定 养异性义子已乱宗族者 帐六十 可以收义子 但是不能让他们继承宗族 当然 中国历史上也有五人收大量 进而为义子 以扩充势力的势力 不过其目的通常与历寺无关 所以中国人如果没能生出儿子的话 产业就只能给侄子 或者族中其他亲人 不能给外姓 中国古人们认为 一姓则一德 一德则一类 意思是只有有血缘关系的人死后给自己祭祀食物 他们的灵魂才能享受到 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无论给你烧多少纸 献上多少猪头 你都享受不到 就是所谓的非其族类 神不心其四 故掩灭 纵有一姓之字能奉香火 然神不心非类 明德感通 有后名存 十位绝四 也就是说 你要是立一姓为养子继承香火 实际上就是绝了后 千秋万代成为孤魂野鬼 四处游荡 非常可怜 所以我国家族的内部代际关系 非常清楚 而日本的血统则靠不住 他们更像是一个混沌的整体 是一个集团 更类似一个公司 一个企业 血缘不重要 个人在家族中居 什么对位并不重要 事业传递才最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